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外一輯的宏館散打2.0 今天就是2022年的1月3日 新的一年第一次跟大家聊天 也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事事都順利 希望今年疫情真的可以遲些慢慢過一段落 我相信也是大部份人所期望 今天散打首先要交代一下 因為大家都見慣見熟 一見到我沒有剃鬍子 就打算是放假日子 今天就絕對不是放假 今天工作已經很忙 因為今天在家工作 也沒有特別的需要開會 或者透過視像會議見客 所以今天懶得剃鬍子 千萬不要誤會 工作是香港的工作時間 不是國內工作時間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 今天國內還是假期 或者是補假 因為1月1日是星期六 現在國內的一些規則 就是如果是星期六日 公眾假期的話 之後會補一天 所以今天是一個全時間的工作時間 今天和大家想談談一些 閒聊的話題 我想第一個話題想說的就是 要多謝一位網友 因為我會提到Soul Band的留言 他在我上星期的散打歌的節目 之後就有些留言 其實Soul Band一直都支持我們節目 已經很多年 根據他自己的記憶 至少都有七八年 但是我為什麼特別想多謝他 或者提出這位網友 因為他上星期的留言 就是說其實他自己本身並不是金融圈的行業工作的人 也本身來說很少做一些個人的投資 但是也聽了我們的節目這麼久 其實就覺得我們的節目和很多的一些 我想評論市場的節目 或者我們的人 講的內容幾不同 很多時候 我想就是特別在香港 很多這些金融、市場、投資上面的一些評論員 我這樣說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講 講市場、講什麼賣入、什麼賣出 指洩、指賺、指賺 講號數 而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不是一些 所謂的數字人 本身我自己不是 特別是做港股或者股票 所以都很少會真的講某些 就是過股的數字 之類之類的 所以其實都是講一些比較 我想叫宏觀一點點 還有我們過去一直都說 就是我們真的希望 可以給多些人 能夠對經濟 或者對市場有一個 更加是人性化的了解 其實就是無論經濟也好 市場也好 就是投資與否也好 其實我們 就是活在這個這樣的世代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有人的參與 所以才出現剛才所講的 種種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我們 或者特別我 我對這個經濟或者市場有興趣 就是我的起因都不是因為 就是投資 我不是天生就是一個投資者 就是我不像這個不非特 就是他天生就是一個 就是很精明的投資人 但是我絕對不是 就是我的興趣是因為我覺得 和人有關係 所以我對這個經濟 對這個市場 就是有個興趣 而蘇賓 就是他就說 其實他覺得我們是 講話的內容 有些跟別人很不同 也都 就是從我們的一些分享 或者我們 特別是我們的經驗來講的話 可能對那個社會 或者對那個經濟 有一個不同的理解 所以其實這個 真的是很開心的 就是這個我們 我們一直都講 就是我們 並不是想說 要做一個什麼投資界的KOL 就是起碼我自己不是 那就是真的想是一個 就是分享一下一些 對事情的看法 而蘇賓這些網友的留言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大幾個鼓舞 那就是剛剛才說到 其實市場是人 才出現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過去也曾經說過 我覺得 所謂叫做 所謂叫做 投資的一些 就是 陷阱 或者一些所謂叫做 投資泡沫 這樣 是 一定會出現的 因為 既有是人的參與 才出現投資市場 也都因為人的一個 就是不完整性 或者簡單地說 就是人的一些 特點 或者缺陷 就是視乎你怎樣去 描述這件事 就是貪念 OK 就是 當然有人 對錢有貪念 所以有些人想拼命賺錢 或者想盡辦法 去 賺更加多的錢 而也有些人 就是可能自己其實 並沒有 或者並沒有足夠的一些 就是 知識 但是也都因為 不甘於落後於別人 所以 見別人賺錢 那麼容易 於是他也都覺得 我為什麼不可以 賺一份呢 所以 也都 形成了就是 會有這些所謂叫做 就是 就是 投資的一些 機會與陷阱 還有 為什麼會出現 一些泡沫 就是因為 這個情況出現 那 為什麼這次特別說到這件事呢 因為 在去年 就是 就是 剛剛 其實早兩個星期 那 是一些 就是 媒體的訪問節目當中 其實 都先後有兩三個媒體 都問到就是 對於 就是今年來講的話 除了一些投資的機會之餘來講的話 有沒有一些投資的一些 就是 風險上面 或者 或者見到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投資者需要注意呢 其實我都 特別提及到 就是 所謂一些 可能的灰犀牛 那 其中一個就是 我其實 就是 之前的節目都有講過 就是說 譬如說 現在很多人都說 就是 接下來聯儲局 和 不同的一些 就是央行 準備開始調整 一個貨幣政策 就是 在我的 演繹 或者在我的理解 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將一些 已經是 走了十年有多的 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是將它 逐步地正常化 所以其實 在我的觀點來講的話 這個是一個 叫正常化的 一個發展 OK 當然 對於一些 可能部分 就是 在過去這十年 因為 這個央行 大舉放水 而 享受到 一個投資的成果 的人士來講的話 當然他們 不希望改變這個 現狀 因為 這個也是人性 就是 當你是 在一個 好景的時候 就是當你 順風順水的時候 你是完全 不想有任何的轉變 OK 因為你想繼續順風順水 這個也是 當然人的貪念 雖然我們明白 變幻才是永恆的 OK 這個世界這個市場 總會是 有一個不斷的演變 因為有人的參與 OK 但是 當你在享受 在享其成 當然你是不想 有任何改變 這個也是 又是 人性的 但是 問題就是說 在我這裏來說 這個是一個 趨向正常的發展 因為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過去十年 主要央行 透過一些 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這些是一些非常的手段 應該是 是一些非常時期 就是經濟出現一些很大的困難 很大的震蕩 不明朗因素的時候 你才需要用到這件事 你不應該將一些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 將它行常化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是 第一 在我認為來說 第一 你如果是行常化來說 第一 你就變成就是 你的絕招都用完了 如果再出現下一次有問題的時候 你去哪裏再找些絕招出來呢 另外來說 就是說 你每次 無事無事 都下這麼重的藥的話 其實藥呢 是會開始失效 或者是沒有那麼 那個效果沒有那麼顯著 OK 就是因為市場 也因為人的關係 其實都會麻木化的 就是當你 是 就是 見慣見所有事情的時候 你就 老諷了 當你將這些事情變成老諷的話 你就不會 有一些特別的 行為上面的 一些轉變 而政策 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 政策的出現 令到人的思想 行為 運作模式 有所改變 才會 變成一個新的局面 OK 所以為什麼在一個 經濟或者市場 出現一個風波的時候 推出一些新的政策 希望就是可以改變 那時候 一些人的 極度悲觀 非常沮喪 或者是實質上 經濟上的一些因素 有所改變 而希望是可以變得更加好 OK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在我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央項收水 這個是應該要做的 OK 在我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已經是略為遲了少少開始做 但是就 遲好過沒有做 只不過呢 我也說 在今年 就是隨著央行逐步收水的 一個或者正常化的 那個貨幣政策來說的話 其實 應該不會對整體的經濟 或者的投資市場 做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衝擊 只不過呢 也都要小心一點就是 會不會因為過去這十多年 極度寬鬆的一個 就是貨幣政策 已經是中下了一些 就是 就是 問題在這裡 就是已經形成了一些問題 那 一旦 去到開始那個 就是貨幣政策正常化 資金 沒有過去這十幾年 那麼 充裕的時候 會開始 有一些 那個 就是投機性 和那個 就是那個泡沫比較 嚴重的一些板塊 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那這些個別板塊的震盪 會不會是可以影響到一個更大的層面呢 那這個就是我所擔心一個最大的灰犀牛的情況 其實 當然 你如果問我 OK 有些什麼的板塊是嚴重地膨脹了呢 其實都有好幾多的 而 而我所想到的 這幾個板塊呢 也都是 有少少串連在一起 一個 其實我過去都講過 比較多些的就是一些 新能源的一個發展 特別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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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最有信心的 一些 看法的時候 也都會講講 因為我去年年頭的時候 就 其中之一個 即是 建議 就是叫大家 就小心點 還有 最好就是 避一避 一些純的 電動車的生產商 OK 所以 星期四月也都會講講 但是 即是 我覺得這個是 其中之一個 即是我覺得都 都比較吹谷的 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泡沫 另外來講的話 其實當然也有 就是一些 所謂叫做 私募的投資 所謂叫做 private equity 的投資 特別是 當過去這兩年 一些私募基金 跟這些所謂叫做 空投資票的公司的做法來講的話 是用在一起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當這個 ETF的投資 是去到現在 這麼廣泛地 被接受 OK 特別是在美國 和歐洲 美國當然為主 這個 ETF的投資 而還有就是 在美國來講的話 已經有很多 一些ETF 是可以容許一些散戶 即是個人投資者 透過這些ETF 參與在一些 private equity的投資上面 而不單是 就是散戶投資者 可以透過這些 private equity的ETF 直接參與 private equity的投資 再加上就是說 在美國來講的話 還有很多一些所謂叫做 public fund 或者叫做Mask 容許給大眾參與的一些 一些開放式的基金 他們的基金 也可以買入一些 private equity 一些未上市的公司 而這件事在香港來說 其實並不容許 但在美國來說 其實有不少一些 開放式的基金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因為過去這幾年 即是 private equity 其實都 那個回報很吸引 而令到就是 很多的一些 基金經理 或者基金公司 都容許他們其他基金 是參與這些 private equity的 investment 所以在我眼裡 我看到就是說 在過去這十年 資金非常充裕的情況下來說 投資者 包括一些 機構投資者 以及散戶投資者 都將 可以說叫做天量的資金 是流入去 一些 private equity 的 投資 有些是透過 譬如spec 這些所謂的空投資表公司 或者透過其他一些的渠道 而造成了一個情況 就是 也都見到 就是 譬如說 在 private equity 來說的話 就是 我想你要明白 其實 private equity 的意思 或者那個概念就是 就是 很簡單地 我們以前經常說 哎 想發達嗎 你打死一輩子 是不會發達的 OK 你想發達的話 自己做生意這樣 喏 這個這樣的建議 其實 就是 你又不可以說 它不對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 它完全對 OK 因為 就是 以歷史上來看的話 OK 就是 你做生意 其實 能夠 真的做成功生意 就是真的叫做賺到錢 就是還要賺到大錢 或者持續的賺錢 其實那個機會率 創業的機會 那個成功機會率 其實 並不高的 老實說 真的 你可能 就是 百分之 我不知道 可能是 單數 甚至可能是 零點幾個percent 老實說 是 很多人做生意 其實是 陪葬的 比例 是遠遠大 就是成功的比例 那麼 其實 private equity 基本上就是 你 你自己 例如像我這樣 我自問 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OK 所以我不會默默 我自己去搞一盤生意 但是我可以透過這些 private equity 投資在別人的創業 而我能夠享受到別人的創業成功 那麼 當然 你可以說 這個也是一個博的 你也是買一個機會率的 那麼 老實說 很多時候投資都是一個機會率 但是 就是 如果看過去這10年來講的話 我們的而且我見到似乎 private equity的成功率 OK 好像比以前大了 就是 我們見到過去這10年來講的話 就是 好像多了很多這些所謂叫獨角秀 獨角秀就是一些 未上市的公司 但是它的估值已經是達到 10億美金以上 那 好像多了很多這些成功例子 譬如你特別看過去這10年來講的話 喂 很多一些 就是創業家 OK 哇 那個身家是 去到這個天文數字這樣 就是如果你看看 比如說Elon Musk 我不是特別pick on Elon Musk 只不過是拿了一個例子 OK 這個是 喂 就是 他由一個 就是他當年 創立這個paypal的時候 他賣了paypal OK 給 我買了給那間公司 OK 好似那時候 好像賣了1億美金 那到現在 就是Elon Musk OK 就是成為全球首富 身家是曾經 曾經 是超過3000億美金 就是3000億美金 這個是 你怎樣去理解一個人的身家 可以有這麼誇張的地步 這樣 當然不僅止Elon Musk 其實在過去十年來說 一個超寬鬆的一個環境 其實是創造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 就是 億萬的庫庸 這樣上是 好了 那 所以成功的比例高了很多 這樣 於是也吸引了很多人 原來 公司是可惠的 因為人家成功 於是你投資的話 你也可以享受到人家成功 於是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做這件事 但是去到現在來說 我覺得我開始擔心就是 我見到就是 很多一些公司的公司 那個valuation 還有他們那個 就是 籌錢的能力 是 超級容易 基本上 就是現在的人 因為錢太多 錢是很多去追逐這些 就是 發達夢的公司 OK 其實那些人是 喂 不理你 到底成功 還是成蟲 還是成龍 反正 就是 魚翁殺網 鮮女散花 OK 如果他們個個都想著 喂 如果根據過去十年的經驗來說的話 我鮮女散花 起碼都 就是中回十間八間的話 這樣的話 這十間八間 OK 那個成功的話 他的公司估值可以是 以幾十倍幾百倍 甚至幾千倍上升的話 根本上就是 一間成功的公司的話 你已經可以抵得上 99間你投資失敗的公司 已經是 那個比例呢 令到大家都覺得 這件事是一個 就是非常賺錢 甚至乎 有些人認為是 必定賺錢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 錢是完全是 不問理由 不問估值 不問成功與否 也都完全不理這些公司 是做什麼的 OK 說知道那些公司 其實完全是吹水的 也無所謂 我反正都是一個百分比 只要那個百分比 是在我這個利益這幫 這幫的話 那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當大家都去到一個 老鳳的想法的話 這個就是個大問題 OK 當大家都認為是老鳳的時候 通常就會是相反的 就會出現這件事 OK 而問題就是 所以 在我角度來說的話 我是很相信 這個 這個投資熱潮 將會面對一個 比較大的衝擊 問題就是 這個衝擊 到時如果出現一個調整的話 它的影響所及有多大呢 這件事就真是一個 即是比較難去預測 因為今時今日 這個這樣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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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大的市場 大熊市的出現 最初的時候 大家都不以為然 的 因為覺得 這些都是小問題 出現在個別的環節 個別的行業 或者個別國家 不想著它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那樣 譬如說 即是 即是 就是以我所 如果我記得的話,數得出的話,譬如說70年代,那時候第一個游方 那時候是中東限制石油輸出,於是油價飆升 影響了美國那邊,於是美國駕駛的人要大排長龍去油站入油 當時我還未入行讀書,但那時候以看歷史來講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想著影響所及會出現,涉及到一個全球化 甚至乎是一個全球經濟衰退,因為想著,主要都是美國人 美國人駕駛超級食油的車,所以用很多油,抵他死吧 原來不是這麼簡單的,不只是美國人駕駛的死,原來是整個全球經濟都受影響 好了,接著譬如說,去到2000年科網也是,科網的時候 大家想著,可能只是個別的一些網絡公司,一些電訊公司 overpay了給一些 license 之類,這個也是某一個sector 但其實科網很明顯地帶到一個世界的經濟衰退 當然十多年前的時候雷曼事件也是,其實雷曼事件是美國的次案出現 衍生出來的,那次案其實就是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那時候也沒有想過,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首先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再影響了美國的一些金融業 而美國金融業也影響了全球的金融業,然後帶動全球的經濟 其實剛才所說的幾個例子 其實開始的時候都是覺得,咦,是一些局部小的小眾問題 而後來慢慢地衍生到,因為原來呢 在那個層面以下,我發現原來下面呢 是很多一個騰爛呱呱呱呱呱呱的,一些牽連著的 那現在我所擔心的,這個所謂叫做private equity 這個資金的過度充裕造成了這些 大家想著投資private equity是實賺錢的 萬一開始出現一個收縮,collapse 大的震盪的話 會怎樣這樣,那這個就真是 就是拭目以待,那這個就是這次跟大家說一下 當然我不是說這個是今年我覺得的一個最大的風險 那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潛在的風險,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 那這個也是跟人性很大的一個關連 OK,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聊到這些話題 OK,大家保重,take care